今日经济部建议大家留意中国移动941 选择原因是港股踏入业绩期 企业盈利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资金主力追捧盈利增长前景向好的优质股 蓝筹股当中可以留意中移动 中移动头三季的收入7,756亿人民币 来年增长7.2% 期内盈利升7.1% 去到1,055亿 公司近年积极增发派息 以提升股东回报 韩国综合券商预测 2023年预测息率达到7.5厘 较中电讯预测股息率7厘 及联通6.8厘吸引 中移动昨天收报63.35 建议等他们回调时吸纳 现价预测股息率大约是7.5厘 如果息率达到8厘 股价需要回落到59.4的水平 投资者可以作为参考的入市价 黄核的援 量渗中 满路 再从而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